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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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BOSS 字幕提供 有沒有看到現在這個場地 帶大家看一下 天才小釣手今天要出任務了 當時我們去基調嘛 基調釣完之後我覺得難度太高了 這也是來最基本款的 這就是人家經營的 那這裡的收費方式其實也是很簡單 但入場費一天只需要五百塊 那五百塊裡面你可以帶走三百塊的魚 那釣起來如果超過三百塊的價值 你如果要帶走的話 你就可以再貼錢 不帶走就放回去而已 我這朋友 這朋友叫Jordan 這朋友帶我來這海釣場 他說這個是比較初級比較初階的 所以那我們等一下就嘗試看看 那你為什麼現在還沒有釣竿 上次 出外靠朋友 等一下我釣竿就來了 釣竿好人賣外送欸 欸你看 慢慢捲嗎還是不用捲 你放著就好了 因為牠咬會瞬間出去 所以你還是釣到時候再叫牠拉就好了 因為牠去馬祖的時候把魚給嚇好了 這個拉起來會有一隻魚 一定會有 那這個鵝是用小魚 小魚去釣大魚 聽說裡面會有很多的什麼龍膽石斑啊 龍虎斑 鹹水 胡鍋魚 還有 這裡面現在是鹹水 這海水 還有鱸魚 超大隻的鱸魚 妖怪級的 看看妖怪級的在哪裡 你是不是覺得你釣不到啊 你今天打算釣到幾隻 三隻應該可以吧 有把握欸 但是我三隻已經釣到欸 這裡面幾百隻魚釣不到三隻 不要不相信牠 牠就是有可能是那個釣不到魚的人 我們就等魚上溝吧 我的朋友來了 大家好 我今天的釣竿都要巴巴你了 因為你們這隻在是別人的 我只是先拿來玩而已 記得等於今天如何 我風向還沒測啦 我現在先測一下 逆風 逆風 對所以我現在拋可能 拋感有很多技巧 風大有風大的技巧 沒有風有沒有風 是喔 跟你的竿子也有關係 那你今天準備那隻竿子是很厲害的嗎 準備到很厲害啦 不用拿太好的 因為我的技術很好啊 當然 牠這個人呢 如果講他自己很厲害的 通常都很難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到時候看釣運的表面 我等一下跟著你一起去學一下 欸 感覺好像有點東西欸 我感覺把東西拔出來 然後 一聲欸 全程拔到腿板 漂亮喔 哈哈哈哈 像這樣 什麼啦 我怎麼可以見到一隻呢 真的是魚餓 你到底行不行啊 我這個是假的 沒有啦 開個小玩笑啦 我看那裡好像一直在種魚欸 喔 中了 這裡種魚了 是嗎 來了來了來了 哇 來了 是垃圾袋 喔 是垃圾袋喔 種了一個垃圾袋 哈哈哈哈 垃圾袋 它不是垃圾袋 喔 水母 大隻的水母 鬼缸欸 可是水如果太拚的話 它就會睡覺 不是說睡覺就是 它的活動性會不好 它活動性不好 食慾 這裡面的魚種是18 鱸魚那幾種的 都屬於熱帶性的魚類 所以它比較不適應攀的 這一點狀況可能會好一點 會好一點 那我不能保證自己的 因為我不要 釣魚這個不可能保證啦 那我們現在先螃蟹 隱形線 碳纖維的喔 紫線通常都是會用到 卡蟲的或是一龍線 卡蟲的強度會比較強一點 我知道你們在釣竿上面那個是母線 那之後再接一段紫線這樣 對 天才小跳手啦 切到這個新手是還蠻清楚的 哈哈哈哈 開始 先處理 那我們勾紙準備 是 因為是8號而不空 所以它是 號數越大 勾紙越大 學家看勾紙的種類 拿個3號的來幾個 這個是8號 這個是3號 那因為 品牌或是 類別的不同 所以號數 會有一點點變化 那這是有倒勾的 然後我們要把倒勾夾掉 不要倒勾 因為這是管理魚池 不要去傷害魚體為優先 假設 我們技術沒有那麼好 或者是我們沒有注意到 它吞勾了 我們不好取下來 不要取下來 那條魚可能也重傷 所以會影響到 它在裡面生存 我看到倒勾 釣魚人我覺得工的心態是 做得很好 一般的菜鳥不會知道 老實講 他如果在評價 我講說要把它弄起來 我也不會用 因為不知道啊 我們現在開這個釣魚系列 每一集就慢慢的學啦 好像倒勾就不見了 如果釣起來 我們其實大多數還是都把它放回去 就盡可能呢 不要傷害到它 有良心 這師傅很好 不對 等一下 師傅你叫什麼名字 畢姓黃 好 我叫小黃 講那麼久的話還沒介紹 就會想學什麼方格子 學一下好了 但是學不一定學得會 這就是 指線 對 方法有多種啊 我最常用的 兩個線頭 這個叫管部 這個方向 好像右邊 然後壓住之後 這是另外一端的線頭 我們要緩在這條線上 每一圈都要繞到這條線了 繞過去之後 繞過去 一圈 之後 往下繞 繞個 四五圈 嗯 壓緊 這條抽出來 嗯 收緊之後 這樣就好了喔 對這樣就好了 我們還是會拿個夾子 加強它的收緊 不用穿過中間那個洞洞 那個有另外一個方法 大家 不要追 這個其實沒有對錯 這個只是 大家的習慣不同 剛好這個方式 在這一集就提供給大家 麒麵姐教練用的端子 是不是比較 排水路 Okuma Okuma Okuma是大品牌耶 CP值很高的端子 也很耐超 Okuma有看到喔 我用你的端子喔 啊我現在還沒有端子喔 Okuma 你現在什麼配備都沒有喔 我們要把它接上去嘛 方法很多種 欸這其實很簡單耶 那你以後就不要有球於別人了 欸不是啦 我是這樣講而已 不是 這顆球球是增加它重量的 千扯 啊但是釣這種都不用浮標對不對 可以用浮標啊 啊但是它就是靠感覺就好了嘛 因為有時候浮標 掉這個反而不是很ok 不用浮標啦 如果這個水準 對不對 啊我們現在要摳耳對不對 因為我們可以下個綠轉鼓 那我們就先用蝦子 蝦子就在這裡喔 我現在 你敢抓嗎 我不敢 我沒有再跟你胡亂啦 我不敢就是不敢啊 啊你先勾一次給我們看一下好了 第一 蝦子有那個沙芡嘛 我們勾尾部 它蝦芡上面會有一塊是 它的肉勾過去 不要勾到蝦芡 這樣就可以了 喔這樣就好了喔 對 另外一種是蟲頭 好等一下我們下一次再試好了 不要讓它這樣碰 最後交給教練 沒問題啊 天才小吊手出竿了喔 欸啊它上面是不是打結了 那我的耳掉了 呵呵呵呵 那我們改教你嗎 你不會自己用嗎 希望他教我 喂 他把耳塞出去了啊 你在幹嘛啊 老師 自己來 老師我剛剛你講的那個我沒有學到的 有跳 拜託 欸 這樣 對但是有點淺啊 不過還可以 你是來送幸福的嗎 下面一位 這邊一直動魚啊 啊你的咧 沒關係啦 釣魚就是在培養耐心 它說要去買另外一種耳 它說因為吃木魚才會咬啦 今天不吃這個魚 看是耳的問題還是人的問題 換魚換魚 你要換魚嗎 這樣有點像吃呆老人欸 這樣一口吞剛好 下面雨真的這麼大 這好想 石木魚 說這個是必殺鵝啊 shad子 來 塞塞 Azza 塞 我受不了了 我要去那個大亩區了 欸你不要那麼談心 你小隻的都還沒掉到人 就要掉餵一個怪物了 兒子都不來 我就去找爸爸 要換竿子 我那看著比較厲害欸 它掛一個燈籠在前面 唉唷 哈哈哈哈 師傅 祝我們回去了 所以感覺好像沒什麼 今天這個羽羊都不吃耶 好 回去吧 羽羊男性存在 自己去好 條鵝很重要 哈哈哈哈 我們就回來我們的位子了 繼續在這邊努力吧 我告訴你啦 這釣竿的問題啦 我拿別人的 你看 你要慢慢抽到岸邊對不對 對啊 喔 要怎麼樣讓它過來 賴給它 它就會過來啊 我轉不動耶 等一下 先讓它跑一下 去啊去啊 看你不會跑啊 去啊 去啊 跑啊 去啊 回來 哇靠 哇哦 你看 它一直抽耶 這個煞車沒有用耶 它在哪裡啊 在水裡啊 訊號不好 它網路不好 它沒有收到我傳給它的LINE 兄弟 好像慢慢的靠近了 上來 哇 有了有了有了 上來了 沒力氣了 哇 哇 哇 哈哈哈 謝謝 我們在那邊 它很滑啊 桿子先還給你 謝謝你 金韻桿 超強的 這個釣魚的朋友超棒的 那一隻感覺很好運 他就先給我釣 他說換它可能會好一點 我就看他表現 到底有沒有啊 有有有 我要怎麼弄 我要怎麼弄 哦 你釣到垃圾了 哇 真的有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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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沒有鞋了 你買大多 我有釣到 直接被我散開 撮到垃圾 然後撮到人家的線 你好厲害哦 哇哇 信心來了 信心爆棚了 人的問題啦 這是怎樣 看一下老師 搞搞啦 這邊斷線的 剛好啊 我們纏透它的線 是人家釣到 但是斷線 啊結果我們又去釣到人家的線 啊所以就把魚釣起來了 來來來來 專業的 這個喔 你看是下面有這個 烏龜財神 在下面幫他 勾到魚 這邊找一條線勾到魚 在勾在那個垃圾 你又有信心了是不是 是啊 我至少是有魚的 好 再看你表現 怎樣 真的有魚哦 哇 真的釣到耶 剛來一隻啊 哇 他住地又是你的 真的有人在幫他 你看他是勾到這一個 而且我自己的線 打結在上面 現在是 第一隻也是釣到差 所以他真的是注定要跟著你 啊我們剛剛有發現 他那個溝子是倒溝 他沒有把它倒溝收進去 所以還是呼籲來這裡釣魚了 一定要把倒溝先把它收好 最後幾分鐘的表現時間 他一直輪到我懸殖的時候了啦 我認真誤以下幫我來 哈哈哈哈 這就是 我們第一集節目講的 就是因為你不會釣 所以你才這麼快退休 哈哈哈哈 好 我幫你一下下來 好 給你好運 我等一下釣到你又我工好了 對 當然是有啦 如果有要吃 你要趕快跑是不是知道 師傅 感謝你的竿子 我今天拿這隻竿子 中了鈴汁 哈哈哈 很開心 因為今天可以來到這個海釣場 這是我第一次 我覺得其實蠻好玩的 最主要其實不是有沒有釣魚 是大家這樣一群朋友 這樣子聚在一起這樣玩 那下一次我們看要去哪裡釣魚 我們已經有在約川釣了 那釣絕對可以讓你再釣魚 保證喔 對 他講的 記住他 大家應該都有這樣的嘗試 如果在這種場域 倒坡就把它弄掉了 這個也是這個釣魚港規制 對 有些場可以讓你 倒坡 通常這種休閒的 會讓你再釣魚 哦 那請大家好好遵守 當地的規矩 好啦 我們下次再釣魚 喜歡影片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記得打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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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這里有狗還在釣魚啊 你就把竿子丟在這裡 這樣才可以工作 你到底是有什麼問題 面索上鍋啊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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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